我们第一次用formate是双引号里面就放个大瓜糊 然后大瓜糊里面就是跟他讲说我要取到小顺点的第二位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后面其实他还可以加上就是前面比如说BMI冒号 那其实就可以再把它放在这个双引号里面 也就是说呢 他好处就是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换行 拖曳资源里面呢 如果是双引号 那记得一定要前面一个反斜线 那enter换行的话呢 就是反斜线N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如果要把它尾巴的那个printer的换行拿掉 记得是逗点 加一个参数叫end end就是它尾巴的那个换行把它清除掉的话 那就是再加一个清除 就是空置串的意思 这样它就输出就不会换行 因为printer本身固定的就是会有换行 那如果你要把它拿掉就用这个方法 好 那这样的话程式云端上其实也提供在那个我们的云端 这个白板上面的第十页的地方 然后其他在底下的话 我有把我刚刚的公司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这一行 如果你这个可以写得出来 那理论应该OK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format还可以再怎么格式化 反正你可以再用其他的例子试试看 那其他的话还有呢 VBA这个底下我有捕 那就是说 除了说呢 那个format除了说可以取到小数研第二位的格式之外 假如说你要把它格式化成其他的形态 比如说前面加一个加号 那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加号 有没有 冒号加.2f 就出来结果就类似长这样子 那还可以减 另外的话呢 还可以补0 补0的话就是说呢 假如你要几码 比如说你要10码 如果你假设这边只有4码 那你就前面再补6个0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看要补几个0 有没有 补几个0的话呢 那特别是要 这边有个d有没有 d的话一定是要 你那个变数里面的形态 一定要是整数哦 OK 如果你不是整数哦 那你就不能用d哦 这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那如果你用f的话 2f哦 f的话表示你提供 就是bmi里面一定是浮点 就一定要小数点 如果你提供不是给它 小数点的资料形态哦 它会出错 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请你用d OK 这边其实没有讲到啦 如果你是提供给它一个字串的话 那就s 可能这个大概相关规则 如果你想要更清楚了解什么format的用法 要不然你就google一下 python 空一格format 或者到 它应该也会找到那个官网上面的说明 有没有官方也有官方的那个说明档 上面也有相关的说明 只是说我只是在会整理一下比较重要的部分 这个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的相关的部分 那其他还有百分比 然后还有对齐方式 有没有 比如说总共有几个字 然后你要对 你要什么 这个预设是靠过对齐的 因为数字通常是靠过对齐 但是如果你要置中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这个符号 OK 有没有它是置中 那如果你要什么 你要靠左 那你就加一个小于的符号 其实这个蛮好记得 我的记得方式是 有点像一个箭头嘛 这个小于就有点像箭头朝左 那就是靠左对齐了 OK 也就是说将来你要输出 靠左对齐 靠过对齐 然后总共几个字 这个其实也都可以格式化的出来 有点像是Esser里面的格式 其实大概只是说 Esser里面是 可以按滑鼠右键 然后有格式的视窗 只是在Python里面这些东西 你都必须用这个程式的方式来叙述 OK 大概差异在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就来看一下那个回圈 因为程式里面 第一个重要的结构 就是逻辑判断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你一般假设你知道说 你的逻辑判断 但是你刚刚如果没有回圈 那就只能跑一次 有没有 你每次下一次怎么 再执行一次 可是如果假设你有一个班 一个学校好了 学校里面有一千个学生 那我希望呢 把一千个学生的BMI 的结果都跑出来 然后把频率也都跑出来 那你总不可能说 跑一次 再输入一次 跑一次再输入一次 那这样子 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对 当然这是 但是还是有人这样在做事 就是说他把那个资料 print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去run他 一个人一个人 让他run 那当然run 可是如果你会写回圈的话 你只需要把这个档案 读到程式里面 然后呢 配合回圈 跟他讲说 我要从第一个人 跑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帮我把BMI计算出来 的结果存在资料库 然后 或者存在档案也可以 然后呢 再把那个频率呢 产生出来 也是一样存在资料库里面 这样子其实很快 不到一分钟 结果就OK了 但是如果你用人工来处理的话 哇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 不知道花多少时间 所以有些人 时间永远不够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这还是有人在这样做事 就是要印出来 然后请工读生帮忙key in key in完之后呢 把结果做完之后 再把它列印出来 然后再key一次 所以其实 当然相对没有效率 可是如果说 本来就有一个资料 那你何不就是 直接用程式跑完 就有结果了 OK 所以效率相对的 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这个地方 重点就是说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程式知道你要重复做 OK 那第一个啦 也许以刚刚的例子说 第一个你要学会重复做 那重复做其实就是回圈 那重复做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有两种回圈 一种回圈是你已经知道 有几个人 或几个数量 数量是固定的话 那你用for回圈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我不确定多少人 可能是1000 可能是200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用另外回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用另外回圈 当找不到资料就停下来 给它一个条件 那for回圈是给它一个范围 OK 两者都是重复做哦 那这两个回圈呢 我们待会都会讲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可以针对说 你实际上工作遇到的重复的需求 你去决定用哪一种回圈 OK 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搭配 回圈里面再搭配逻辑 然后帮你判断完之后 再帮你看存在档案 或存在资料库 所以后面还会再讲 如何读取档案 如何存档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 如何写资料库 有没有 如何读资料库 那不就串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至少后面都可以用了 也就是你工作上也可以用 工作一定还是有档案嘛 比如说你外部一定会读一个档 读进来就处理完输出嘛 大体上就是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按部就关来讲 接下来的话呢 第1个 for回圈 for回圈 在Heibson里面要怎么叙述 比如说我们先举个例子 很简单 假设一个书需求 请你帮我写一支程式 帮我把 1加到99的结果输出 这样OK 你要怎么输 以前如果你不会回圈的话 假设我们开一个新的文件 那如果你假设 不会回圈的话 那你要怎么写 那你要怎么写 1加到99 a等于1 b等于2 c等于3 对 这样 然后最后再把 a加b加c加 OK 那当然永无止尽嘛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 你知道缝回圈的话 那其实缝回圈就是 后面加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写的方法 第一个 你就跟他讲说 我现在要 先 给他一个 变数叫ans好了 ns就是最后的结果 预设值等于0 因为这个ns是 我要把1加到99 的结果放在这里 OK 第一个 然后呢 他里面预设是0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跟他讲说 我要把 11帮我加到99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你需要提供给他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就是1到99 有点像是Excel Excel你打开不是就1 然后向下拉 按Ctrl键嘛 2345619 按Ctrl键嘛 上加这种钱 不就有了 对不对 可是在 那个 Python里面呢 就是一个for 一个变数的话 因为我需要呢 让这个i里面的词 不断由1 变2 一直变到99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后面的叙数叫in for i in的话 就是后面加一个清单 请你在这个清单里面 从第一个帮我抓 抓到最后一个 我们要做后续的事情 所以我们理论上后面清单是这样的 当然你不是叫你这样 1 逗点2 逗点3 逗点 有没有 一直逗点 做个清单 清单是这样写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要让它自动产生 就像我们那个ecell向下拉 自动出现的话 这里你可能需要 学会一个函数 叫做range range的话意思是说 帮我产生一个清单 那清单的话呢 它总共会有几个参数 很重要 第一个 就是你从哪个数字开始 逗点 逗点 后面的数 第二个参数的话 就是说你要在哪个数字的地方停下来 但是停下来特别是说 停下来是不会帮你产生那个数字的值 所以我如果要产生1、2、3 到哪里停下来呢 记得停到100停下来 特别是 那100停下来就是产生到99 也就是说100这个不会产生 OK 这个比较奇怪一点 你们可能慢慢习惯就OK 我刚才也不太习惯 你不如就是直接1、逗点99 可是不是 它就是那个地方停下来 就是不会产生的地方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加一个冒号 冒号的意思是说后面要做什么 Enter 那我后面的话要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把 因为它会先帮我把这个清单 1到99 所以这个清单产生了 然后它会帮我把这个里面的清单的值 一个一个丢到i 所以它第一个会丢1 那我们就把1加2加3 所以累加 那要怎么累加特别重要 在Python里面累加的写法这样 Ans 所以我上面就是加总的结果 的一个变数 等于什么呢 它里面预设等于0 那它会把后面的计算结果放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写一个 如果累加的话你可以写这样 Ans加i就可以了 那它会把后面的东西计算 比如说原来是0 Ans等于0 那如果i等于1的话呢 它把它加在一起 存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等号特别重要 是把后面运算结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那当然Ans等于1的嘛 如果i等于2的话 那么1加2 存回去变3 意思类推 也就是说呢 这个结果它会等于是把 这个i里面的值呢 全部累加在一起 好那再来的话 Enter 接下来的话记得 你那个printer 我们要把结果printer 你记得 你不要把这个printer 写在这个回圈里面 什么叫里面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缩排 这个缩排是层次的一部分 你不能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delete掉 run一定会出错 有没有 它这边出现错误 记得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缩排 按tap键 一定必要 然后的话 我要把结果输出的话 那你可以记得 把那个缩排 把它移到前面去 打一个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ns就可以了 ns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资星的话 那结果应该就会得到 那个1加到99的结果 那就是4950 那当然一样 我们可以 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总 加总结果 或者加总 看一下 我这边有个叙述 加总冒号 OK 那一样 跟前面 讲过的就是 如果你要串 后面的资料 那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记得 你前面加一个转型 把它转成文字 再跟前面的 那个加总 串在一起 把它执行 这样的话 加总冒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就是把1 加到99的部分 练习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 顺便想想看 如果说我希望 把1到99的基数做加总 然后偶数做分 就是基数跟偶数分别加总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改 那你可以先把基数的部分加总 那这里当然有几个方法 如果你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刚刚学过 你可以加一个逻辑判断就好了 判断什么 如果 所以一辅的嘛 如果如果基数的话呢 那应该是除以2之后呢 余数为1嘛 如果余数为0 那就是偶数嘛 所以除以多少的余数 还记得吧 有个运算值蛮特别的 百分比辅化 那个就求余数嘛 如果除以多少的余数 那 如果不整除啦 等于1的话 那表示它是基数 反之就偶数 所以我们 那这当然可以改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的话 先写一个 1加到99的程式 OK 应该没问题吧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特别注意 刚刚那个print 你不能写到 这个sopar 你记得一定要 把它放在那个 就是printer的sopar 一定要把它拿掉 如果你没有拿掉的话 你执行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 哇 它一直跑一直跑 它跑几次 它跑99次 为什么 因为它先跑一次之后 它就先输出一个 再跑一次 又输出一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 你如果这个缩牌 没有拿掉的话 意思就是说 它在这个回圈里面 会被执行 那如果你把这个缩牌 拿掉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呢 它是跑完回圈之后 再执行一次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缩牌很重要 你缩牌如果没有加跟加 结果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总共乘财四行 其实 所以没什么 但是呢 只要一个地方 观念不正确的话 那你跑出来 结果就会不正确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另外如果写完 可以思考一下 假如我希望呢 把1到99 奇数跟偶数分别计算输出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